虽然历经两次台风搅局 但是今年总入园人次依然吸引超过52万人 在闭幕当天也请来了各国舞蹈团队 诠释宜兰的民俗活动热闹非凡 而接下来10月还要接着举办布老节 要继续炒热宜兰 舞台底下坐无虚席 观众目光全都被外国舞者吸引 来自加拿大、俄罗斯、泰国及委内瑞拉等六国的舞蹈团队 在闭幕连眼中换起中国传统服装 表演苏澳、猴鸟渡东、头城抢菇 及蓝阳各地民俗与观光活动风采 里头游客满满 外头细水区更是挤爆了 来自全台各地的民众 都要抢在最后一天赶紧来细水 今天过来这边玩的 大西 台北 章话 章话 特地过来 对 听说今天是最后一年吧 今年的童万节 从7月6号登场后 虽然前后历经了苏力及坦美台风的搅局 但依旧吸引了大批游客入园 紧接着10月份 还有为影法族打造的布老节 让下半年的宜兰继续热闹滚滚 记得李柯燕、宜兰采访报导